大家好,今天跟我一起到花圃去看看春天快要来了 很快就要复活节了,所以这个鸡蛋兔子都已经出来了 另外这个花圃里面进了很多兜兰,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看一下兜兰 虽然我从来没有种过兜兰,没有经验,但是我在网上也做了很多研究 自从上次在兰花协会看到以后我就对这个注意起来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地方种,我在花圃看到了以后非常想要 但是想了半天,我还是先把其他的养好再说吧 这个欲望是无止境的,不管你买多少兰花总是不够的 上次在兰花协会看到兜兰以后,我真的是有点念念不忘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奇特了,然后我就回家做了很多研究 这次到花圃,刚好看到他们也进了不少兜兰 兜兰也叫拖鞋兰,它是兰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杂交品种比较多,是栽培最普及的养兰之一 它喜温暖,湿润和半阴的环境 叶片是带状的或者长圆形,有一些还有红褐色斑纹在里面 花真的是十分的奇特 网上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曾经读过一篇文章 说兰花是恐龙时代就存在的物种 繁衍进化到今天有两万八千多个品种 那么多的颜色和形状都是为了招风引蝶,采密兽粉 所以这个兜兰的兜里头其实是暗藏心机的 它就是把昆虫摄诱到兜里,倒不至于困死它们 目的就是让它们浑身沾满花粉四处传播,这也是花的一种本能吧 来看看兜兰的这个兜里面是有花蜜的 所以自然界真的是太神奇了 目前全世界大概有65种兜兰的品种,光中国就占了18种 所以中国的兜兰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主要都在西南和华南地区 它们也是喜欢非常温暖和潮湿的环境 我目前没有养兜兰,以后条件允许可能会考虑一下 再来看看这个,这个叫trick or treat 好像万圣节的时候小孩和大人开玩笑一样 到你家跟你要糖,你要是不给我糖呢,我就给你捣个乱 这个花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 这么多兰花没有条件养,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去花圃找工作 又到了我们最喜欢的蝴蝶兰部分 花圃里头新进了非常多的蝴蝶兰,千姿百态的 可能花圃的条件比较好,空气里的湿度还有阳光都比较充足 所以它们的兰花都长得特别的好 当然它们也是有专人管理经验也比我们更充足一些 又看见了很多兔子,复活节快到了 我们这里的春天也快到了 花圃里头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进了很多不同品种不同色彩的花 春天要来了总是令人高兴的 我会经常上来和您分享各种养花的经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 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观看